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学生当做所指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工具用心歹道 中联办实话 支持特区政府作出有效措施维护校园安全 政府强烈演习有公务员组织参与发动罢工公投 美国共和党议员发表国安报告 建议国会授权总统制裁被指侵犯人权的中方官员 详细的内容 港澳办和中联办就香港教育问题发问 港澳办说有人企图将学生当做阻止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工具 用心歹毒行为逼劣 又说必须令到一切煽动港独暴力的言论在学校绝职 要把规矩用起来 港澳办以问答形式回应香港众志发起罢货公投 借此反对涉港国家安全立法时说 有人将黑手伸向学校伸向未成年人 搞所谓中学生罢货行动 企图将学生当作阻止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涉港国家安全立法的炮弹和工具 用心何其歹毒行为何其卑劣 怎样香港众志黄之锋和郑家朗 说他们是为自己的罪行陆上再添重重的一笔 港澳办说香港不少学校的教育 已经严重偏离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 港独思想和鼓吹暴力在校园蔓延 香港的教育必须坚守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 必须坚守爱国、法治、智强、包容、和谐等 香港的核心价值观 必须令一切煽动港独、暴力的言论在学校绝职 全社会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 教育管理部门和有关机构要确尽职守 依法理职、依法进责 要将规矩用起来 斩断身向教育、身向孩子的黑手 中联办亦发文说 教育有着鲜明的主权属性 在培养合格国民 口值加国情怀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只有一国之责 没有两制之分 发言人说近年来有政治团体 同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 千方百计地将政治带入校园 令香港教育呈现触目惊心的乱象 一些教材把关不严 存在抹黑国家污名化一国两制 美化违法暴力 甚至煽动仇恨情绪的内容 一些考试事题引到学生仇中、仇警 甚至公然歪曲历史 伤害民族感情 中联办坚定支持特区政府 履行对香港教育的主体责任 建立健全和一个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和采取有效措施 维护校园安全和稳定 无线电视记者不为因不得 教育局说 会和学校一起努力 保护学生免受误导和煽动 作出违法的事 而被港澳办点名的香港众志 就要求收回言论 强调不会取消罢货公投 香港众志说 北京是有意图逻迹莫须有罪名 强调仍然会发动罢货公投 也会向国际宣传 反对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为了在国安法立法之后 是要拉人封艇 一望打尽 用到斩断黑手 这种字眼根本就是含血喷人 也很明显对香港众志 一种成员的威吓 港澳办也点名批评 公民党的梁家杰 和杨岳桥 说他们声称暴力 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也都恬不知此善惑年轻人 留案底的人生更加精彩 良人说港澳办的论述 是弄黑为白 推卸责任 香港实际情况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香港实际情况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现在又没有办法去解决 那又怎样呢 唯有找人来赖 不知反省 毁过于人 就是其实现在中共和特区政府 一直在做的事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 港澳办和中联办的文章 是担心学生被误导 而影响未来发展 认为校园内不应该容许讨论港独 8千多人被逮捕 都相当一部分是学生来的 是青年来的 年龄一直到11岁都有 这些情况 在中央来说 都是很关心 很不愿意见到年轻人被误导 走上这条这么危险的路 教育局回应说 需要全社会和教育局合作 建立健全和一国两制 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每同学校一同努力 保护学生免受误导和煽动 而作出违法的事影响前途 同时会加强宪法、基本法、法治和价值观教育 比学生更加认清自己的国民身份 明辨是非 正确理解和维护一国两制 无线电视记者梁出音符道 政府强烈谴责有公务员组织 参与发动所谓的罢工公投 反对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立法 政府发言人发稿 强烈谴责有组织打算采取 政治性罢工的激烈手段 损害整体社会利益 和公务员队伍的声誉 又说完全罔顾罢工行动 会影响特区政府的有效运作 和社会稳定等 令人心感憤慨 基本法没有公投制度 公务员必须认清事实 切密参与 特区政府也绝不会坐视不理 公务员必须坚守法治 政治中立 对公言违反公务员守则 定必严肃追究 筹办罢工罢货公投 反对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 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 200万300公会联合阵线 当中包括新公务员工会 主席颜姆周早前在网上呼吁参与行动 上关团体期后在社交媒体宣布 因为有热带气旋迫近 星期日的行动延期去到下个星期六举行 但是表明绝对不会取消 又说两办和特区政府一起发声批评 显示中共对公投非常惯注 因此要有更多人参与展示决心 有公务员工会说 基本法定名市民有罢工的权利 但是公务员也要拥护基本法 他建议政府就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向公务员发出清晰的指引 无线电视机就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向公务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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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链身研至达之路 他们说是声援香岛中学一个艺术科主任 怀疑因为没有禁止学生在音乐考试中演奏校方形容的不恰当歌曲 而不获俱约 都没听过有人说他在学校任何时间 不论是上课或下课的时候 有讲过任何关于政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校方这个是政治打压 说真的我们是要有少少的压力 因为始终我们学校是一间左派的学校 向岛中学早前发通过说他们是传统外国学校 校等会是审慎处理教师续约的事宜 如果教师的教学信念和学校的办学理念出现分歧 管理层必定先和教师了解 警方期后到场说聚集的学生违反限聚令 警告他们尽快离开 学生之后散去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君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星期四在北京开会 议程上未有包括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新华社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在北京召开的委员长会议 决定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 今个月18至20日在北京举行 建议审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总案 人民武装警察法修订总案等等 人大常委谭耀宗说 议程暂时没有提及审议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但未知是否会有讨论安排 美国共和党议员发表国安报告 建议国会授权总统特朗普制裁被指侵犯香港、西藏 以及新疆人权的中方官员 对象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和汪洋 中方早前批评美国干涉内政 不排除有反制措施 由大约150个议员组成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 当地星期三发表名为 强化美国及应对全球威胁的国家安全报告 整份报告大约120页 20多页讲到应对中国威胁的新策略 报告说 很多专家留意到北京提出的中国梦 是要将美国牵头的国际体系 转成中共领导的体系 专制政权对世界各地的自由和人权构成威胁 委员会建议以最严厉的制裁 针对被指侵犯香港 西藏和新疆人权的中方官员 指他们要为侵犯人权负责 列入建议制裁名单的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 副总理 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中共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等 报告又列出中方相关机构和官员的结构图 在部分官员的名字旁边打了红色交叉 代表是建议制裁对象 除了韩正 汪洋 夏宝龙 还有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 报告倡议美国国会 引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授权美国总统制裁侵犯人权的官员 包括禁止入境和凍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等 报告又提到多项反制中国的建议 包括抵制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 涉取知识产权和恶意经济行为 抵制中国侵犯人权 停止中国的恶意政治影响和发放虚假信息 应对中国的全球军事现代化 而美方应该加强欣态地区联盟 报告也提到俄罗斯和中东局势 而总统特朗普未有回应 美国民主党也没有提到 是否接纳相关内容 而在北京 外交部多次批评美国干涉内政 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 母线电视记者朱少龙不道 稍后总会报道 历元村六泉楼多一个人确诊新冠肺炎 是其中一个患者的亲属 香港众志副主席陈家朗等三人 在立法会会议厅未有遵守秩序 割罚本一千元 继续新闻时间 沙田历元村六泉楼多一个人确诊新冠肺炎 58岁女患者是六泉楼群组 第一个确诊34岁女患者丈夫的姐姐 由于同住 宿密切接触者 上个月底入住检疫中心 等候入住的时候发烧入院 之后两次抽取的样本 都对新冠病毒情阴性反应 她退销出院之后转到检疫中心 一直都是没有病征 昨天结束检疫之前 提交的深喉退让本情阳性反应 于是送去威尔斯医院接受治疗 现实情况是稳定 食物及卫生局说 粤港澳三地政府仍然在商讨健康码 互应安排 消息指市民要自费到私家发炎所 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最便宜要1500元 政府正研究推出港版健康码 市民自费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情阴性往返越港澳三地 可以获豁免隔离 我们看过几间有提供检测服务的私家医院 其中港儿和港安收费由1500元到2270元不等 最快两个钟有结果 人安的网页没有列明收费 打电话查询的时候就说要大概3500元 需要一日才有结果 但三间医院收费都不包括医生诊证费 养和医院和中大医务中心就推出全包研 亦都有获认可的私家发炎所提供服务 负责人说器材和药水都来自外国 成本较高 我们要去私家医生那里收个标本回来 做个化验 然后又要再将个报告派到医生那里 你想想这个一来一回 可能转发费都加了200元的了 我们现在都还是尝试着增加着我们每一天 可以做这个COVID的承受到多少个案件 很顺畅的话 我们觉得我们是可以控制得到我们的成本 或者我们有下调的空间 据了解市民检测之后 还要向内地或者澳门政府交代入境之后的行程 才得到两地的健康码 有使用过内地健康码的跨境司机说 制度不是为了方便市民回去内地玩 其实有些年纪大的司机不是个个懂得玩智能电话 这件事就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他既然说一定有一个叫做电子化的 这个也都摸口非的 司机可能就是因为他用这个叫做支付宝 微信支付啊 有个信息给了他们知道查得到他 他们去光顺这些叫做休闲会所 所以引致到他不能再上去违反他的规例 据了解首阶段的港版健康码 不是人人都可以申请 粤港澳政府近日才完成技术检测 有待公布落实的日期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国歌条例刊献生效 据了解警方发出内部执法指引 列出不同情况怎样执法 指引提及在足口猜 就唱国歌的时候 如果有人发出哭声 对现场直播中的镜头高举粗口手势 这些行为可能已经触犯条例 调查人员应该尽量搜集证据 例如联络证人和现场影片等等 如果在学校发生侮辱国歌行为 应该尽量以校本方式处理 指引有提到 法例并非要求市民认同国歌越以动听 如果只是表现出不喜欢国歌 并不够成犯法 必须证明当事人有意图侮辱国歌 而公开和故意作出有关行为 才算是犯法 只要在网络或社交平台 向公众分发侮辱国歌的材料 也够成犯罪 任何人公开和故意侮辱国歌 例如发布散改的歌词或曲谱 而歪曲或贬选方式就唱国歌 已经即属违法 一经定罪 最高可以罚款5万元和监禁3年 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等3个人 被裁定在立法会会议厅 没有遵守秩序 割避罚款1000元 而其中一个被告被控的普通襲击罪 就不成立 郑家朗和香港众志两名成员 吴嘉宜和何秀仪 去年3月出席立法会国歌条例草案公庭会 他们离座冲向官员直示威 被票控在立法会会议厅范围内 逗留那阵未有遵守秩序 裁判官何俊尔说 三名被告当日获准以公众身份发言 不可以有发言以外的行为 但他们就离座展示标语 和叫喊 要保安员阻止 令会议因而停顿 影响议会庄严 何俊尔另外被控 襲击男保安许要得 裁判官说 闭路电视看到保安冲上前那阵 何俊尔已经停下 避免有身体接触 保安清清被撞左肩 无法起身 但事后见到他能走动 认为他证供失实 不可信 判何俊尔普通襲击罪不成立 至于三人扰乱议会秩序 裁判官说时间短暂 影响较轻 判割罚一千元 又劝语他们 若因为抗争面对长时间监禁 还可以为社会做些什么 要留有用之躯 作社会动量 裁判官说这次案情轻微 接纳各被告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犯案 加上年轻同初犯 所以罚款处理 整家朗对裁决感到失望 真是干犯法律的 就不是我们 而是这条国歌法 其实这件案件更加是展示得到 当这个法律成为了当权者的一个武器 去攻击抗争者 或者打压人民的时候 其实法庭都是无力 去作出任何的裁决 去依照着人民的利益 或者依照着真是守护人民的权利 他说暂时未考虑上诉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映报导 一对夫妇同一个女孩 涉嫌去年7月参与上环反修例活动 被控暴动等的罪名 区域法院法官裁定 表面证据成立 38岁汤伟雄 41岁杜伊兰 同17岁中学生 利婉瑞 被控去年7月28日 在德副道西近西边街 同其他人一起参与暴动 夫妇另外被控两项 无牌管有无线对港机 他们选择不自便 利婉瑞自便时刻说 当日本来打算参加中环集会 但出发之前已经完结 有游行队伍暴行至西区警署 所以他乘搭港铁前往西迎盘 原本计划逗留半个小时便会离开 但因为警方施放催淚弹 他吸入催淚烟不舒服 并同有人失散 在附近大厦获被告夫妇协作洗眼 之后一起被捕 美朝历史性峰会两周年 北韩外长李善权说 对两国关系改善感到绝望 在北京 外交部呼吁美方以实际行动 落实当年两国领导人会晤的共识 北韩领袖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8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首次美朝峰会 同意改善两国关系 并签署联合声明 承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不过两人去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 第二次美朝峰会就破局收场 令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 北韩外长李善权 透过官方朝中社发表声明 指两年前对朝美关系改善 曾经抱有希望 不过如今已经变成绝望 对朝鲜半岛和平繁荣的一丝希望 也都消失 强调增强力量管理美国的军事威胁 是北韩坚定不移的目标 又说不会再向美国执政者 提供宣传政绩的例报 南韩统一部副发言人说 难以就北韩外长的发言公开表态 但就说会力求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繁荣 在北京外交部说 朝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未能落实 令人遗憾 发言人说中方愿意继续为政治解决 朝鲜半岛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无线电视记者关学新报道 下一次回来总会报道 北京再多两宗本土新冠发言百例 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暂停服务 内地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 返回仓内部的环境第一次公开 回到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北京市新增两宗本土确诊新冠肺炎个案 在连续两天确诊本土病例 市政府宣布小学一至三年级暂停服务 新确诊的两个患者都是本地人 住在北京市丰台区 在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上班 其中一个人说近期两个礼拜 曾经到山东青岛出差 没有同境外和武汉人员接触 星期二因为发烧等求医之后确诊 另外一个人自称两个礼拜内 没有离开北京和接触境外人员 星期二出现病征但是没有看医生 之后经地方人员排查 转送检测之后确诊 两个人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至于市内星期四新增的本土病例 患者是住在西城区的本地人 同样自称两个礼拜内 没有离开北京 也没有接触外来人员 当局公布过去两个礼拜 他曾经两次到丰台区的救密商场 上星期六开始断续出现症状 这个星期二曾经外出寄件和买送 星期三求医之后确诊 同他密切接触的38人 一个BB居家隔离 其他人集中隔离观察 患者两个家人 其中一个小四学生 初步核酸检测阴性 同班48个私生居家观察 北京市宣布小1至小3暂停服货 暂停校外培训机构 重新开班和集体活动 国家联防联控机制 发布新的疫情防控标准 所有到发烧门诊的患者 必须扫健康码和进行核酸检测 代排除和疑似病例 需要第一时间隔离观察 揭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内地医生李文亮 遗伤生了BB仔 李文亮的太太傅雪杰 透过社交网站公布在武汉 佛福生了BB仔 或是丈夫送给自己的最后礼物 会好好爱护她和5岁的大仔 李文亮去年12月底 在网上发布疫情消息 一度被公安指造谣遭到询戒 2月因为新冠肺炎逝世 之后获追寻青年五四奖章 她离世时傅雪杰怀孕5个月 曾经因为发烧 但没有感染新冠肺炎 李文亮的父母也受到感染 已经康复出源 内地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冲 上个月成功着陆 密封冲内部环境第一次公开 新一代载人试验形太空船 上个月升空 载轨飞行两日几 返回仓承受近3000度高温返回地球 在内蒙古穿陆之后运渡北京 外部防疫物料有严重烧过的痕迹 密封仓内部环境就第一次公开 右边是货架 搭载的近千件物件上个月底已经拿了出来 左侧是太空人日后的生活区 有可以摘得埋的餐桌和独立厕所 航天科技集团说设备和零部件完好 防疫技术也符合了设计目标 太空里面有很多高速移动的微小碎片 如果和飞船碰撞将会威胁太空人的安全 试验船飞行期间第一次进行载轨洩漏碰撞定位试验 因为碎片碰撞和仓内气体洩漏会产生声波 透过实时监测飞船仓壁内的微跃声讯号 可以计算碰撞或者洩漏位置和力度 密封舱将来要做一些密封性的简陋 这样看我的密封性能是否还完好 然后家电过程中看我的设备是否能正常运转 这样为我后续的可重使用来做一些技术支撑和技术数据的积累 按计划中国将会在2022年前后建成第一个太空站 试验船就是太空巴士 接载太空人同步及物资道太空站 在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试射拦截大陆导弹的天宫三型增程型飞弹 新型飞弹昨晚在台东成功镇海边以及屏东九棚基地试射 中科院没有公布测试的内容 只是说建构自主国防武力以规划执行测试的项目 民进党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委员黄定宇 在社交网站发文说 试射的是有台版杀德称号的天宫三型增程型飞弹 中科院的资料显示这款飞弹射程70公里 可以将大陆发射的导弹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拦截击位 香港反修例活动反修例运动至今一年 在台湾陆营批评大陆破坏香港50年不变 由公民团体就要求蔡英文总统落实协助港人的承诺 驻台湾记者欧国勤报道 民进党立委以及多个公民团体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展示香港人写给在台香港抗争者的信件 民进党立委说香港原本是东方之珠 燕耳蒙灰 强调台湾会协助港人 当你们需要自由民主空气的时候 台湾在这里我们会拥抱你们 2016年 往国暴动案中棄保潜逃 获得国难民庇护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 黄台洋 以及多个港人预录影片发言 部分人参与抗争之后到了台湾 感谢台湾协助 也有人提到自己的父母 很感谢这个机会 可以亲自多谢台湾政府和蔡英文总统 对收留我们这帮被港共政权流亡过来台湾的香港抗争者 虽然我和你们2014年开始 因为政见的问题 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见到面 去到2019年 反送中运动之后 我们连这个沟通的空间都没有了 但是我很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跟你向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我很想再吃你煮给我的饭 另外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立法 盧委会曾经说 7日内提出人道救活专案 公民团体要求蔡英文总统 落实竞选总统时 全力救助港人的承诺 盧委会说 大致完成人道救活专案的规划 所有程序和审核结束之后 将对外说明 保姓电视诸台湾记者欧国勤不斗 台湾中选会公告罢韩投票结果 韩国瑜被罢免8月15日保选高雄市长 中选会下午贴出罢免投票的结果 同高雄市长保选的公告 93万9000票同意罢免韩国瑜 行政院随即召开记者会宣布高雄市政府参事 曾经在陈谷市长任内担任副市长的杨明周为代理市长 直至完成补选 有报道说民进党下星期将会征召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出选 国民党就还未有决定人选 被解除职务的韩国瑜 早早去到灵堂调言一直支持他 在罢免投票之后 堕楼死亡的高雄市议长许坤元 未有回应下一步打算 中国新闻到这里 转看其他消息 国泰航空上个月 客货运数据案月都有改善 但维持预期上半年会显著亏损 集团决定申请政府的工资补贴计划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多地实施的旅游限制和检疫措施持续 国泰航空说客运需求仍然疲弱 客运量连续第二个月 按年大减超过九成九 上个月只有大概一万八千人次 但已经较四月的低位 回升大概三成半 每日平均载客量大概六百人次 好过集团估计的五百人次 运载率按月回升接近八个百分点 但仍然不够三成 货运继续成为业务重点 上个月货运量按月增加一成六 受到紧急货运需求大动 运载率按年和按月都有所上升 国泰航说传统工业和消费产品需求 开始有回升迹象 预计会几乎用尽货运机队的运力 由于客运收益大跌 集团继续预计今年上半年显著亏损 虽然香港机场恢复给旅客转机 但未来发展仍然十分不明朗 所以调整了今个月和下个月的 客运航班规划 运力分别大概百分之三点五和九点四 预计未来几个月航班仍然会大减 国泰重申正面对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经营环境 未来几个月会全方委评估商业模式 就最合适的营运规模和模式提出建议 国泰确认经过审认考虑 已经申请政府的补就业计划 即是接受工资补贴期间不会裁员 集团日前已经公布三百九十亿的资本重组方案 包括接受政府援助和工股集资 无线电视记者李嘉莉报道 据报美国正考虑限制美国资本流经香港 在北京外交博说 美国如果限制资本流经香港 只会损害本身的利益 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立法 令中美国力升温 美国财长武蔭向当地传媒表示 正是同总统特朗普的资本市场工作小组 研究透过资本市场措施去回应 包括对华资本限制 武蔭未有正面回应 会否考虑直接限制美国资金流经香港市场 但他说最终会有不同的建议 在北京外交部说 如果美国限制资本流经香港 只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从香港获得了大量的贸易的顺差 那么它的利益是非常的深厚和直接的 美方如果要采取行动来损害香港利益的话 我想到头来它只会引火烧身 市场人士认为美国可以实施的手段有限 可能对于个别的官员或个别的企业 会有一定的制裁 这个不能排除 但是你说是否所有资金都不能出出香港 实施的难度和机会都不是那么高 如果你说实施的措施或者限制 不是那么严密的话 其实对于香港作为一个金融市场 或者金融中心的角色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特朗普早前要求财政部等在60日内 就在美国尝试的中资股 未能够符合当地回计和披露守则的问题 提出保障美国投资者的建议 母音就说工作小组将会审视有关的问题 并制定详细报告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报道 看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今天收射报24301.178点 全日总成交1154亿 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46点 巴黎剑指数升60点 德国DEX指数升49点 稍后还会报道 南海的热带气压迫近华南沿岸 天文台晚上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多国经济因为疫情平摆 博物馆都深受其去 联合国家科文组织说 有超过一成博物馆可能没办法重开 回来新闻时间 位于南海的热带气压迫近华南沿岸 天文台晚上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是今年第一个热带气船警告信号 而下日红热市区陆德摄持35度 是今年最高 今年第一个热带气船迫近前 天气酷热 高空反气船带来晴朗天气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5度 戴着口罩在街上走更加辛苦 天气热就不能够打热不打热不打热的 天文台说 位于菲律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 已经进入南海 周末天气会转坏 我们预计这个热带低气压 未来一两天会逐渐增强 也会逐渐靠近广东西部的沿岸 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天天气酷热 呼吁市民户外活动时要小心中雪 又要留意周末期间 户外活动可能会受天气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黄善河报道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港铁沙中线 打100亿元的追加撥款 赞成30票 反对21票 零票弃权 我宣布这个建议获得通过 财委会通过的沙中线追加撥款 包括主理送皇台站的考古工作 和新安全及技术要求等等 会议期间民主派提出 传召港铁前高层等出席会议 最终是被否决 到下午组会的时候 主席陈建波决定或线 为讨论切限 之后就表决